字幕仔终于小蓝 喂喂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3号 哇有没有搞错 整版都简体字的 不懂看的 还叫bloomberg 不过这个呢 就是2019年2020年 你看到了 那個淨流出數目 是不是 香港淨流出數目 那就那裏10萬左右 沒有的 大家應該很放心才是 因為呢 最近我見到東方日報 就有人用這個雙經海里局 雙經局在說的東西 他又說到在港外商 兩年 就沒有減少到這樣 那你10萬人流出 那些不是外商來的 最多 不是外商 那就是內商 Anyway 休藤華 都是回應之前 美國就說香港那個營商環境 就提高了 那叫你班人自己看路 那沒有的 人家都是play safe 做Disclaimer 那萬一有什麼事 至少你的外商 如果有些什麼 冬瓜豆腐的時候 那至少人家說了你聽 就好像 如果大家知道 那個旅遊保險的玩法 我講了你聽 那個地方是黑色旅遊警示的 然後 你都還要去的 那保險不用賠嘛 那所以 最好就宣佈了 全球各地都黑色旅遊警示 那就不用煩了 Anyway 這裡休藤華就說到說什麼 貿易那些衝突磨擦 雙方都是輸的 不一定的 因為貿易這件事 有買就有賣 想當年 我們又看看 說著可口可樂公司 那有個醫生 還是商人 那他們之間呢 就有貿易來往 話說醫生 做了些感冒糧荒 那跟著 有個商人 就用很低的價錢 好像是一美金 差不多 雖然很多年前了 就買了他的藥荒 那這個就叫貿易了 那醫生當然呢 他收錢 賣到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高興呢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看回幾十年後 那醫生可能扔心口 哇 原來 我和你做貿易的時候 買了些東西給你 嘩 可口可樂公司又發達 他呢 就只剩1元美金 所以貿易這件事 不一定雙方 就是磨擦的時候 都會變成輸家的 有機會 有一方反而 是可以更好保護自己 所以有時候 說了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要懂得聽 很多時候 背後 都可能是有利益衝突 事情就未必是這樣發生 不過我都佩服休藤華的 還夠膽跳出來 他講到什麼 港府一直把握機會 向各地積極爭取通關 和恢復來往 那大家記得些什麼呢 就是之前打羅打鼓羅 可能配合需要啦 那你是不是很想去新加坡旅行先 那跟著那些人 就是Happy Birthday上身的 但是有沒有人想過一件事 為什麼好選不選新加坡呢 那說回那個人口流失先 那你充其量 那裏都是十幾萬人 而已嘛 是不是 跟著那些人又煲大了 又說7月8月 就是這個離境的高峰潮 那說 嘿 幹嘛炒作這些消息 這些東西看定些先 3年後才作結論 未遲 香港特首林井月娥 7月尾時候表示 那些人是出於各種個人的原因 就移走的 但是香港呢 在實施國安法之後 在內地的支持之下 仍有無限的機遇 依法同意 那另外啦 就講到 如果一定要他 向那些已經移了民 正在移民 或者打算移民的市民 去講一些東西的話呢 他就會同你們講 香港的前景非常之好 我都是依法認同的 不過我都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呢 都是喜歡去一些 前景沒有那麼好的地方的 因為沒有那麼激烈來過競爭 啊 講過很多次的啦 我一直都是這個論調 香港前景是非常之好的 一個兩週行之遊行 賺戰至有幾個榮 基本法所扶養 行得統伴得讀的人 心 啊 那所以呢 這麼繁榮安定的地方 啊 你們就留下 你你你你你 還有你 知不知道 依法鼓勵逗留 這些東西關我差事嗎 送一隻叉給你 就是還好意思說 最近呢 就是隨著這宗新聞啊 訂出來之後 也都講到 那些強積金提取方面 就增加了27% 問題是呀 喂 大佬 BNO Visa那裏那裏 那些人 啊 拿不回強積金哦 人家都已經打算永久離港了 怎麼計算先 那沒有的 最多那些 啊 又走得掉那些是什麽呀 真是 億下家了 講的就是 你真是退休那班哦 真是退休那班 啊 你講的 說下領 拿回強積金 提早退休 幾十粒都還有吧 那然後 啊 申請了BNO呢 那走去英國那裏落地 那便退休啦 那可能帶一家大勢來 Dependent的申請 那那筆錢 剛剛好哦 這裏啊 這個新聞下半部說 就說 國內將禁止 ColorOK場所 播放一些叫做 危害國家安全曲目 不知那些哦 是不是 什麼 他不公佈名單啊 現在 他喜歡禁就禁吧 不過其實呢 在這個 這樣的疫情底下 ColorOK 還有人去的嗎 就是 倒閉了哦 這裏好像上次 是吧 好了 對於這個 就是移走了十幾萬人 這件事啊 那政府是怎麼說的呢 就說 啊 疫情啊 就非常嚴峻的嘛 所以 各國啊 都實施嚴厲的那個 管控措施 那不怪得啦 我都不明白 你去英國呢 最多啊 人家都是隔離你十天而已 甚至乎現在呢 就免隔離 你可以到處走的 落地 就做個Day2Test 那就OK的啦 哇 那不怪得啦 你在香港隔離多少天啊 28天是吧 你自我隔離有7天 哇 管到這麼嚴 是不是很厲害呢 於是乎 你聽一下啦 原來是為了這樣 政府就說 啊 各國嚴控啦 國際行程就受到嚴重影響 所以 那 注意啦 他說移入香港的人數 就持續處於一個低水平 上半年 政府實施的很多 就是因為疫情啊 所以實施的那些登機限制啊 就影響了很多人口的移入 那同時很多呢 已經離港的人士 啊 那就選擇繼續留在外地 或者因為航班受了 啊 就未能返港 那看來啊 都有一排 都會繼續嚴控啦 哦 原來有先見之明 就是人口的移出呢 就無關乎任何事 啊 是因為啊 防疫防得太緊 啊 那就不好意思 那同時間 政府也說到哦 他就說 你只是計過那個 淨遷移數啊 那就涵蓋著香港居民 可能是關於工作啦 關於讀書啦 等等等等 各種的原因 進出香港的那個 淨遷移人數來的 那這個概念呢 啊就跟移民 並不相同 那是啊 正遷出而已嘛 不是移民的 總之又少了些人 那又說一樣東西你聽 就是現在 中國啊 就因為 疫情的關係 啊 中國處理得很好啊 非常嚴謹的嘛 不過嚴謹到一個點呢 啊 就是講著 你那些人 想出國旅遊 簽證各樣呢 全部不批 那其實 你為了防疫的話啊 啊 你禁止其他人 遷入就算了啦 你幹嘛禁止別人遷出啊 這個不是防疫來的啊 都是那句啦 你留下的人啊 啊 他們一個心啊 都已經想去外國玩的呢 你留下他們沒意思的 放他們走啦 那我想起以前玩遊戲哦 啊 有隻遊戲 啊 就叫三角志 那裡面呢 啊 有一個人物 就叫做善於 就是徐樹啊 那徐樹 啊 又或者是 佐池這些人呢 那他們那個 屬性啊 就有一項 啊 就叫做龜隱的 那這些人呢 當他有這個屬性的時候 你拿了他來用啊 他都很快 有一項東西 啊 就叫做下野 下野的意思呢 啊 就是突然間不見了人 是用不到的 就是無論智力 政治啊 是幾那麼高 就是有魅力值那些 都是用不到的 最多用到一排呢 硬硬來不行的 那話說 啊 這些這樣的人呢 通常又挺有趣哦 啊 是政治力比較高 智力比較高那些人來的 就是我記起有這樣的遊戲 剛才說的什麼啊 忘記了 啊 是 在說移民 什麼淨遷出 都是那句啦 現在 在玩著 包青天啊 剪護衛的弟弟啊 剪護照啊 悶 就只會越來越窄 那再說多一宗消息啊 這個 也和未來的走向有少少關聯 東方日報的資訊 英國 啊 高級 評道考試 的那個評級呢 它兩個字 叫做通漲 那又在說 它派grade A啊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就是在說 考獲A和A升的學生 人數大幅上升44.8% 所以 那些熱門院校和學科呢 就欠崩頭的嘛 於是乎 大家如果還記得 之前呢 不是有那些什麼高考狀元各樣的呢 就說香港 那些考生讀書好厲害啊 哇 其實是它自己呢 那裡出現問題哦 就是那個評分機制 它真的是你拿多少分 它又給你多少歸理的哦 那又很坦白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啊 啊 沒有得到處去的嘛 那你平時那些學生 啊 除了打機之外啊 最喜歡就是去旅行 其實去一次旅行呢 你就溫少很多書的哦 那現在好了 啊 你有這個這樣的疫情 就乖乖地留低溫書咯 但是 如果你拉curve的時候啊 按percentage計 你只是設定的人數 才可以A升升的那些啦 那你是不會出現這個情況的嘛 那所以 只能夠說就是 他自己那個分歸的方便啊 那個機制是有問題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呢 學歷通脹 那這件事 現在說的就是全球啊 但是遲下啊 是可能是局部地區性的啊 什麼叫局部地區性啊 哇 大佬 人家現在都差崩頭各樣了 所以 而第四啊 只能夠跟你說 就是爭多就足小 那必定 啊 他要放棄一些東西的嘛 那你說是機制出錯 找你埋單 你可以這樣想的 那但是實情呢 我們講現實 就是去英國升學的機會啊 只會越來越小 有興趣的 你就好趁早啦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裏